下面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门牌号 它的一个主要作用的话 那么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 之前我们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浮点数跟整形数 在我们计算机内存的表示形式上 我们说整形非常简单 比如说我们地方直接写1,2或3,4 那么我们就认为 我们在内存中确实在这些位置上 存放着什么1和0 比如说我这地方存的0212 那么我们知道在内存上 一定是会得到一个什么 二进制的0001和0010这样一个关系 对不对 那么但是我们说又有一个新的问题了 如果说我现在存的是1.0这样一个数字 那是不是0001,000呢 这样一个表现形式呢 好了我们来思考一下 看看这样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用指针的方式 让计算机告诉我们它的存储形式 那么我们还在这个003上进行编辑 然后这个大家可以下来自己来看 好我们就这样来 这样来定义 我们的A呢就不再是Int了 而我们是用Float 假设用Float的方法去处理这个A 然后A让它等于 比如说我们等于一个1.2好吧 1.2 那么比如说比较特殊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要想看A的内容 我们怎么看呢 当然我们第一种方法 那么我们先看先思考第一个问题 首先说这一行其实就告诉随缘编辑 我们在内存中开辟了一个什么 叫A的一个盒子 而这个盒子多大呢 我们说是Float 原来也在强调过 Float的大小是什么 四个什么大B 大写的B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认为 我们实际上这个A三四个大B空间 那我现在如果有个办法 能够把这个四个B大空间的什么 门牌号得到 那得到自然而然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指身 所说的指身 对不对 用这个把这个门牌号存给它 然后它就指到这 指到这过后呢 那我一次读四个不就 不就看到了吗 对不对 看到它内存的形式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第一种的话 第二种方法 内存啊 咱们再怎么看 是不是就是最小单位 就是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的去看啊 对不对 那当然对于Float 我们很显然 已经知道它是四个字节 那我是不是就取什么 四个这样的箱子 然后看这四个箱子 分别存的是什么 我们不得 就相当于知道什么 这个A在内存中的表现形式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个 我能不能直接把这个 一次就把这四个字节取出来 然后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说第一种方法 那我这样定义呗 我就定义成Float 新A 新P 行不行呢 我们说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要注意 因为你这个地方本人定义是Float 所以Float本身就是属于辅典类型 那我们再去取这个新P的时候 再去取这个新P的时候 那么编辑器 或者说我们在某些类型匹配的时候 它还是按照辅典数去取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 并不是 还是按照人的方式 因为辅典数是人能看到的 对不对 计算机一般是看不懂辅典数 它需要一些特殊转码 那么这个时候 你看出来的结果 可能还是什么1.2 这个可能不能说明 但是如果我们来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 我现在定义一个 int型P 让这个A地址 这样我还是写了 写了两行 让这个P 等于A的地址 行不行的 你看 P读取内存的方法 是不是四个四个来读 对不对 那么这四个四个来读的方式 我们这个地方来看 我是不是就直接相当于取P里面的内容 然后让它以16镜子形式 把这个四个字节 是不是展现出来 因为16镜子我们也强调 它跟2镜子的时候非常相近 对不对 只是我们人看起来更方便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样行不行的 我们说这样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当然这个第九行的警告 我们不管它 因为它本身我们这两个类型 确实是不一致的 好 大家看 非常非常特殊 3F 99什么什么99A 反正就这么一个东西 就这么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呢 然后呢 我们什么的 我们以浮点数的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1.2 其实就是1.2 然后这1.2呢 在内存中是这个形式来表示的 所以并不是我们想象 之前想象的什么什么001 然后000 是不是 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地方 到底怎么得到这个数 我们其实不建议 大家去去关心它 没有必要 意义不大 而且 那么我们只要知道 浮点数反正在内存中 表现形式很特殊 很特殊就够了 好 这是一种 那么第二种呢 我们还有种方法 如果说指向空间类型发生改变 我们读内存的方式 用千二来读了 那这个时候 大家来看 我这个星辟 是不是只能读 第一个方格 对不对 那有些东西 我想读第二个方格怎么办 那这个地方稍微提一下 我们可以用我们后面 即将要学到的 加分 你可以加上1 去取 加上2 再取下一个 然后后面 我们还会讲数主 其实这个概念跟指针 都是围绕指针的一个思想 所以有的时候 我也强调过 就是说 星辟 其实你可以把它认为 没有数主的概念 它其实就是一个指针 就是一个指针思想的一个重复而已 所以这边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话 其实就是一个啥 是不是就是我们最低位 最低位的第一个盒子 取出来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当然这个地方呢 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了 根据我们之前打印信息 9A应该能够理解 我们再看看上面的内容 它是3F9999 然后最后一个字符 是不是9A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地方看 是全F呢 全F9A呢 好 那这个呢 主要还是跟我们的 这个 Chart什么Chart的类型有关系 Chart类型有关系 因为我们在X在看的时候呢 它这个地方会有一个符号位的问题 其实你看了全F 其实你会有点想象成它是一个什么 符号数 那这个呢 这个问题其实Bug在printful 所以有时候我们还要注意 不能相信printful真正达进信息 那有些东西 这个行不怎么解决 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 用Chart来定义 指针去读内存 其实已经错了 已经是错的 那这呢 我们先提一个方案 到后面呢 我们再讲真正讲内存的分类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会告诉大家一个答案 好 那我们说一下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在这个C元定义的时候 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就已经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不能用Chart这样的指针去读内存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这个为什么后面我们来解释 现在我们说一下 当然大家可以先思考一下 我说这地方我们应该改成什么 UnSingle的Chart 你这样就对了 就这样才叫正儿八经读内存 为什么这么考虑 这个大家可以在后面可以先思考一下 后面我们再讲到具体内存操作的时候 我们就会解释为什么是这个方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你看就9A就出来了 这个就说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用Chart类型 其实不是不是Chart用错了 当然Chart也没用错 也是有点用错了 主要是print4中这个百分号去看问题的时候 它并不是我们想象的 就是好像应该是按照什么方式去看 它实际上是按照带符号的看 带符号的一看 它有些位置就把它当成全 那个当成符号位了 符号位打印出来 它就其实就是复数了 所以这个呢也不能怪它 主要是由于我们在指针定义的方式上出现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告诉大家 为什么用onsingleChart而不用Chart 这个onsingle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已经讲了过 大家来思考一下 自己思考一下为什么是这个地方 好这个是关于我们对于指针的第一个概念 就是指针的两个属性 尤其是第二个属性 指针读取内存方法的一个思考 好这是我们关于指针的第一个小概念 好第一个小概念 感谢观看